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苏 马上就要放寒假了 大学的第一个寒假 我是这样度过的 后来我就深感自己的人生 被浪费了 别人在假期收获了知识和阅历 我在假期只收获了肥宅和肥胖 所以从那以后的假期 我就痛下决心 一定要好好利用 在大学剩下的假期里 我考了假照 去了四家公司实习 去了一些培训班 兼职讲课 赚了一些外快 还参加了一次创业比赛 获得了丰厚的奖金 接着我再用我实习兼职 和参加比赛赚来的钱 去参加各种出国交流的项目 以及和朋友一起旅行 在大学四年 我去了三十多个城市和十六个国家 在这期中呢 爸妈没有资助我一分钱 所以我也算是小小的经济独立了吧 那这期视频呢 就是想和你们分享 如何做好假期的规划 如何利用寒假来提升自己 如果呢 你是一个大学生 并且对于自己的这个寒假 还比较迷茫的话 相信看完这期视频 你们一定会有收获的 记住了 千万不要让我的视频 在你们的收藏家里面吃灰哦 在分享之前想先请问一下大家 你们现在都是大姐了呢 如果是在念大一的 恭喜你 你还有很多个假期 可以去好好探索 不知道这个带来的寒假都多少天呀 我本科的时候寒假是40天左右 现研究生 寒假只剩30天了 要想把自己的假期过得丰富多彩呢 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要提前规划假期 第二点就是要主动的把握机会 如何来规划自己的假期呢 摩西奶奶有一本书叫做 人生只有一次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同样大学只有八个假期 每一个假期都要好好的利用 所以呢 第一点 大家一定要明确 什么才是对你最重要的事情 学习 实习 旅行 家人 减肥 学习一门外语 一个兴趣爱好 社交 阅读 情感 谈恋爱 等等等等 这每一件事情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很重要 但是它对于每一个人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 当然在一个小小的假期里面肯定不可能 这每一个方面都面面俱道的去做好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做一个排序 找到对自己最重要的几件事情 你把很多事都做的平均 倒不如说把几件事情做的很好 我自己挑出来的对于我比较重要 我假期想要去做的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游学 第二件事呢是实习 第三件事要发展一个兴趣爱好 比起旅行我更喜欢通过游学的方式去了解一个地方 既可以去到当地的大学上课 然后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人文风情 然后也可以趁着游学的时候去看看当地的风景 所以呢我每个假期都会出去游学 实习的话就是我认为本科生一定要多实习 而且我又是那种正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行业的本科生 所以呢当时我就想要尽可能多的去不同的行业实习来找到自己最喜欢的行业 兴趣爱好呢我发展的是一个国标舞 因为我就是总觉得别人都有很多才艺自己没有才艺 所以我在大一的时候加入了学校的国标队 然后每一个假期都会参加学校国标队的寒讯和属讯 一直到大四我都在国标队参加过各种演出 后来实在是因为自己腰不太好 不能够继续穿高跟鞋跳舞了 所以就放弃了 当我把对于我自己来说比较重要的几件事情挑选出来的时候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大学的几个假期是怎么样去完成我的这些事情的 基本上呢就是前几个假期会在老家考驾照的第一个假期就浪费了 后来大一大二的时候主要是还有这个高考的基础 所以我去兼职讲了一些课证了一些外快 因为我是学新闻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假期都会出去社会实践 去了天津台湾西北杭州等等地方 大二暑假的时候我在一个传媒公司实习 后来是大胆的寒假因为表现的不错 所以获得了一次去美国采访的机会 然后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国 后来的话也有去这个新加坡游学 还有芬兰和瑞典游学 那在本科期间我也是去了很多个行业实习 就包括有传媒行业 然后互联网行业 房地产行业 还有行业行业 就是都去体验了一下 这样全部的假期下来 其实我觉得还是过得非常充实的 而且呢在游学的过程中 我也拥有了社交 在出国交流的过程中 我的外语也提高了 就是一举两得 那么你排除你心中最重要的假期的几件事情了吗 当然这个对你很重要的事情 每个假期也许都会改变 但你一定要在假期开始的时候 明确你这个假期的几个小目标 第二点 当你在确定了这个假期 对你最重要的几个方面之后 你一定要在每一个方面下 都列出至少五件 你觉得要做的具体的事情 只有把这个目标具体化 你才能更好去实现它 就比如说你想在社交上 克服社交恐惧症 多交朋友 那么你可以给自己列一些计划 比如说 一 我每周要约一位朋友吃饭 然后和朋友聊天 获取新的信息 二 我可以为我的好朋友准备一份新年礼物 然后亲手写一封贺卡送给他 三 我要组织一次以前的这个同学聚会 让老朋友们都聚一聚 四 这个走出社交恐惧症 从刷朋友圈开始 每天刷半小时朋友圈 给以前的好朋友点点赞 或者评论一下 五 有一些人实在社交恐惧症 再不济啊 你挤个五福也行 如果你找不到理由和朋友讲话的话 挤五福 然后跟他要福 或者送他福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社交方式 那每年我也是靠这个挤五福 也和以前很多没有说话的朋友 都聊聊聊天 那还有比如说 想在假期 在身体健康方面提高的朋友 你也可以给自己列一些计划 第一 每天晚上十点睡 七点起 二 借糖 不吃高甜油炸的垃圾食品 三 每个星期去两次健身房 运动运动 锻炼锻炼 四 一个寒假不点外卖 五 自己学着动手做一道菜 其实这些小事情 都是可以提高大家的身体健康的 只有身体健康了 才是革命的本钱 我现在是越来越感受到这一点了 当然我是觉得大家在寒假期间 只要坚持锻炼 维持住体重就好了 我是不太建议在寒假期间减肥的 毕竟在这个大中华满汉全息的诱惑下 我就不信谁在寒假能受得下来 还有一点一定要注意 就是当你们明确了自己要提高的方面 以及列出了一些具体的小目标之后 那么就要抛弃一些不必要的事情 比如说 手机 大家可以现在拿出你们的这个手机来看一看 上一周你们的屏幕使用时间是多少 这数字真的看起来非常触目惊心 我上一周的屏幕使用时间是这个 四小时五十九分钟将近五个小时了 因为我上周就一直在感冒 卧床在家 就基本上啥也没干 每天就拿个手机在那看 然后你会发现你浪费了很多时间 所以呢 当你设定了一些想要提高的方面的目标之后 你一定要抛弃一些不必要的东西 比如说手机 对 这个是真的非常占用你的时间的 把手机放下来去看一下其他的方面 交一些朋友啊 看场电影看本书啊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 可以让自己静心下来提高自己的方式 再接着说啊 比如说你想在实习上提高一下 那么首先第一 你要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实习 或者是目标公司的实习 第二 在入职的第一周 主动约同事们吃饭 讨教一些工作经验 第三 每天写一篇实习日志 至少总结一条实习的经验 四 独立完成实习上的一些工作项目 五 在实习结束的时候 写一篇三千字的实习心得 那还有比如说 有些人想趁着寒假学习一门语言 那也可以定一些小目标 首先第一 每天背五十个单词 二 每天阅读两篇这个语言的文章 三 找一个这个语言的语伴 然后每个星期都进行交流 四 看这个语言的电影 五 如果你买了练习册的话 你每天要写多少页 也可以在假期的时候 做一个规划 那比如说 在这个阅读和文娱 这一块也可以定一些小目标 第一个 寒假要看三本书 挑选出你一直想看 但却没有时间看的书 在寒假来完成它 二 比如说 看五部好的电影 三 看一本爸妈推荐你看的书 然后四 邀爸妈去看一场电影 等等等等 我觉得这个在假期的时候 看看书 看看电影 其实比看手机能有更多的收获 那我刚才只是简单分享一些自己的看法 同样大家也可以列出你们最想要提高的几个方面 在这几个方面列出至少五件重要的小事 然后就好好去完成它 你这个假期是一定会过得很充实的 那第三呢 当你列出了一些想要完成的小目标 就一定要意识到很多事情其实是需要提前准备的 比如说像我前面我非常喜欢去游学去旅行 那我的游学项目都是一般提前几个月申请 在开学的时候就申请了 还有比如说想要在假期去实习的 那么很多假期的实习也都是在学期中 或者学期初的时候就开始申请了 所以呢如果你这个假期没有来得及好好做好规划的话 那么过完这个假期到了下一个学期的学期开始 一定要好好的做下一个假期的规划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学期初都是规划这一个学期 以及未来一个假期的时候 而不是说刚开学可以放松一会儿 有什么事晚一点再想吧 如果都抱着这样晚一点再想的心态的话 可能就会错过很多机会了 那有一些人也问我说 怎么样去发现这各种游学的项目 或者实习的项目 我的经验就是 一定要多多关注社交媒体 才能够主动去把握一些机会 我这么多年参加了各种项目和实习 几乎90%吧 全部都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信息 然后自己主动去报名的 那第一种呢就是校内的机会 大家可以看一下你们学校 每一年在寒暑假的时候 都有什么样的资源 比如说有一些出国交流的项目的资源 然后有些实习的资源 我们学校主要就是在这个清华大学信息门户 然后每一道假期或者每年开学 我都去浏览这个信息门户 就能发现很多这样的交流信息 第二呢如果你的学校资源不是那么多 那你更要主动关注社交媒体 来看一些其他地方的资源了 像我之前参加创业比赛 就是其实我是无意中看到那个比赛的 是什么今日头条的新媒体创业大赛 然后我们报名的时候也没觉得说可能会获奖 但没想到就是一路过关斩将 然后最后是拿了10万的奖金 然后这也是我大学最大的一个收入 社交媒体上有非常多类似的各种比赛啊什么的 就我前段时间不是去迪拜吗 其实那个也是我参加一个手机品牌的传播比赛 然后得了全国前10名 所以就奖励了一次去迪拜的机会 后来又一路进了全国前三 所以就是下一个月 二月份就可以带我们去墨西哥再旅行一次 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去关注到的信息 第三呢 平时也要多刷一刷微博啊 朋友圈啊 公众号啊 有相关信息的话 他们其实都会公布的 反正我就是经常刷这些社交媒体 所以经常能够看到各种比赛的信息 我就会点一个收藏 然后就是等到到时间的时候再申请一下 看哪一个更适合自己 说不定你参加就会有收获 然后当机会来的时候 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主动的去把握机会 千万不要给自己设限 觉得自己不行 主动的去申请 去参加一些比赛和活动 相信你们的假期也会过得很丰富多彩的 那今天就啰嗦这么多啦 希望你们看完这个视频以后呢 都可以马上的来制定自己的假期计划 然后过一个更丰富多彩 更充实的寒假和未来的很多很多个假期 那最后呢 我也想和你们分享一下我这个寒假的计划 其实呢 我现在已经放寒假了 然后下周再去学校研究生还要兼考一下 然后就没什么事儿了 那大年三十之前呢 这段时间我应该都会在北京 因为我还想就是拍一些视频 然后大年三十之后 主要就是陪伴家人 大概我会在家里待到初九的样子 然后我就会去墨西哥 然后这个寒假也是我们研究生的倒数 第二个寒假了 所以呢 我是希望多多和同学们聚会见个面 其实最近已经有再聚了好多次了 就每一次和同学们聚会交流都能够发现 就是大家最近在做一些什么事情啊 就了解一下同学们的近况 同时也激励一下自己千万不要偷懒 还有呢 这个寒假我要坚持去健身房 之前是还剩二十节私教课 我希望能够在这个寒假全部都上完它 我现在去健身房已经不全是为了就是普通的减肥了 我发现运动能够让人快乐 说是运动能够分泌一种叫多巴胺的物质 就是可以让你这一整天都有精神 所以我是想坚持去健身房 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在一个很活跃很积极的状态 然后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 好了 那就是我这个寒假一个简单的计划 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每个假期过得非常的丰富多彩 那就这样吧 拜拜 拜拜 我们下一期再见